原住民族是相當重視祭典儀式的民族 建議表達獨特文化意義 其中最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封年祭 而今年新北市園民局在土城綜合運動場所舉辦的封年祭 展現豐富的民族文化 編寫族人們共同的歷史記憶 部落共識與活絡族群關係等文化屬性 以增強族群認同 豐年祭是原住民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一個慶典 那其實我們昨天就跟土木們到我們原住民公園 去做跟主人報告今天的豐年祭的行程 那我們希望這樣剛剛看到這些迎賓舞 還有看到年輕人 就包括土城國中的這些孩子們 其實我們希望這樣的文化他們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豐年祭的舞蹈和歌謠都帶有深刻的文化意涵 大家手拉著手唱歌跳舞時 就是凝聚部落感情 共同為感謝主林庇佑吟唱歡樂 透過這個活動 土城地區原住民一同相聚聯誼 共度歡樂時光 大家聚在一起 以傳統歌舞同樂 在這個祭典前一個禮拜啊 就是前一個禮拜會準備很久 就是晚上的時候會一直練一直練 自己的時間會比較沒有 對 所以就是很累也很辛苦啊 對啊 那今天過了就很怎麼講 很開心啊 對就是這樣 每天都要練習啊 然後很快樂開心 就這樣 對於原住民族來說 豐年祭就等同於過年 是原住民族的年節 族人們以豐富祭品及歌聲舞蹈 感謝主林帶來的保佑以及豐收 同時持續在都市中為聖火打拼 為守護原住民文化努力 主委天空新聞 土城報導